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我和小罗浩所做的一切 有时间我会去看你的 就这样吧 喂 爸爸妈妈要说话 等一下再告诉你 好吗 我都听见了 我接受你的道歉 你想听我说说吗 说吧 我听着 这一回 我保证不出来电话 有什么话 你说吧 我只想告诉你 我和苏晴除了同事之外 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收回这句话 我只当你是一时糊涂 如果你再这样说 我就不光认为你是一个 爱教育别人的人了 你是我见过的 天底下最大的笨蛋 谢谢 你现在可以去找他了 然后你继续做你的老大 我是爱他 但是我没你这么自私 是 我是自私 是他 凯明 我不是你们俩的战利品 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 没有 苏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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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那么多事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该怎么说 不知道 该怎么清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已经努力了 我尽量去适应 容忍你 可是我觉得 我已经走到头了 我已经走到头了 志愿 我已经想好了 我也决定了 我不再需要你 不再需要你的命令 不再需要每天等着盼着你 报一声平安 可每次等来盼来的 却是你对我的抱怨 南真 你听我说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听我说 不然我就挂电话 好吧 我听着 我知道你吗 你那儿没有小事 全是大事 我知道 你担着国家和民族 担着一个正在被改变的历史 你女儿写了一篇作文 题目叫我的爸爸 你知道的 她的成绩一向很好 可这篇作文 被老师判得不及格 我想念给你听听 我 请 爸爸 是每个月回家来一次的爸爸 是亲手亲交出门 在我起床以后 永远都不在的爸爸 是电话里从来不说话 让我提他说 说我想说的那些话的爸爸 是妈妈的泪水流 我的睡梦中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个军人 是香港回归 他就是这样的爸爸 老师的批语是 你的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 你能举出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吗 我没有替小罗浩辩解的意思 可是 不是小罗浩辩解的意思 是他除了这些 他根本就举不出其他的例子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 我欠你们太多了 不 志愿 你不欠我们的 你也不欠任何人的 你对国家和历史的承诺 都已经兑现了 说真的 我们对你感到骄傲 可我们不愿意是活在这样的狡猾里 你让小罗浩感受不到父爱 你让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像是一个废人 你不愿意是活在这样的狞猾里 我已经想好了 而且决定了 我要重新活一次 我要自己去闯一闯 我要自己去闯一闯 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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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离婚吧 静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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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静提 静北